你看一下 畫面稍微借我一下 如果像我們剛剛這樣做 如果你要偷懶的 用複製的啊 我們以前不是用過火焰嗎 火焰不是那種做法嗎 那我把3 可不可以用重製 它叫重製 好那這個變成什麼 4的 偷懶就是這樣啊 影片片段 好但是複製完之後 請你點兩下進來 因為你要編輯它 對不對 好那我現在點到這一張 這個是要換人 是不是要換人 是的 對我們不是用火焰時 常常做這個 是的 那前面換的後面當然也要換啊 我剛先換後面 所以前面這個是不要換 這樣是不是做完了 可以啦 所以你第五張也是一樣的方式 來換給你 好現在我這邊剛剛已經都做好了 所以我這邊的影格 我就全部一起加進來囉 可以嗎 全部因為車子嘛 所以我現在到第三格 點到它 再把現在是2的 我再把它換成3的 我現在剛擦入關鍵影格之後 然後在這邊 這邊 這個4排是2的 可是我要變成第4台的 好所以我就直接對換 替換就好了 替換 這樣就變成4的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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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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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我們第一張不是都是白色的嗎 對不對 影片面上只能看到第一個影格 你看不到它全部的內容 所以我這個變成第5個 好 我的中心點好像沒有把它調好 好 這樣是5個都有了 好 現在的話呢 我都已經安排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做一件事情 一開始是要停在第一個 所以我在第一個 Action這邊我就告訴它 欸你先停 欸Stop 我們現在最後用的就是這個 哈哈哈哈 這樣不是對不對 Stop 哈哈 老是等著 哈哈 那現在呢 一開始停下來了 所以 待會兒是滑過這邊的時候 我就要移到第一個 但是當我滑移開的時候 我是要回到這個 所以我們先來試看看 因為你第一個會後面四個都一樣 好 我現在確定我選到按鈕了 有沒有 我點到按鈕 好 動作 那因為是按鈕 所以要不要互動 要那個事件 好 所以我 按什麼 欸 那什麼是滑過 roll over 對 over 好 欸 over 好 然後呢 我就要跑到第二格 啊是不是停在那邊 對不對 我們要繼續跑下去喔 所以我是go to and stop 你們如果用那個 就是只有go to 然後再去點go to and stop 就好了 好 前往並停止 欸 好 第二格 啊你可以嗎 好 那可是問題是 我是不是滑出去 還要再做一件事情 對不對 滑出去要回去原來的 可是事件跟它有沒有一樣 沒有 所以我們要在下面再寫另外一個 了解意思 了解意思 這是一個事件 第一次寫兩個嘛 roll out的 進去再出來叫roll out 沒有進去就沒有出來喔 ok齁 對吧 沒有進去就沒有出來啊 這樣 所以roll out 就回去怎麼樣 第一格停在那裡 所以你看一個事件做什麼事情 就有這樣解決 那另外一個事件 因為一個按鈕可以有很多事件啊 roll over roll out還有按下啊 對不對 這都可以齁 所以一個事件的動作都寫在裡面 那這樣是不是就ok了 所以我們來測試一下 因為一開始我就叫它停了嘛 我們來測試看看喔 好 一開始停著 當我滑過去的時候 有沒有出現上面那一張 當我離開的時候 有沒有回到第一個 所以事件是不是都有生效 了解意思齁 來 如果你不習慣用剛剛專家模式 我們用助理模式給各位看 我現在點到按鈕囉 對不對 好 動作打開 我把它換成助理模式 這時候是不是有go to 丟進來 有沒有事件 好 go to and stop在第二格 這個是第三格 好 但是事件不對 這次release是按下放開 所以我點到事件有沒有 把放開拿掉是滑入 叫做go to 這樣 這樣齁齁 你如果要用事件 你就是要用那個助理模式 就是要用這樣 那這樣是不是一個動作已經設好了 是要設第二個 所以我再 第二個是不是也是go to 按著 但是你不是丟這裡喔 因為這不是同一個事件 請你丟到下面 你有發現前面會有個游標有沒有 有沒有 會不會 你丟下面 他就知道 嗯 你是要做另外的 我拉開一點點 有發現這樣變兩個了 那這一個是go to and 前往第一個 這樣有沒有 這樣比較慢吧 這樣比我用打的比較慢吧 啊你反而是有時候你會拉錯啦 啊你用用打的應該是比較快 就不會說 嘿 這樣OK啦齁 好 됐身吧 1 雪 什麼 魔鬼 消息 雷 谢谢大家